所以它供電就等於那四條紅色跟這條紅色接在一起 那四條黑色跟這四條黑色接在一起 那是要絕緣 就把它絕緣掉 不然兩邊會把它就貼膠帶 就把它絕緣掉 所以這是電路的部分 那如果你要焊接 如果你要用焊接的 也可以用焊接的 那焊接的方法就是 因為我們有些上課的東西實在是數量太大 所以我就找了幫忙焊接 那我就認識一個阿姨 她這輩子都在幫人家焊接 就在做家庭代工對不對 她就帶小孩 現在已經帶小孩長大 現在帶孫子 她在家裡小朋友一睡覺 她就在那邊焊接 然後焊接我才知道說 原來焊接是這邊要有焊息 這邊也要有焊息 然後碰在一起一融化 它就黏在一起了 所以我第一次拿東西給它焊接的時候 我的線是我自己慢慢剪 然後上面都沒有焊息 它不熟 呵呵 它全部給我退回來 所以他們由那種工廠出來的線 就是尾端全部上焊息 然後它只要把這個東西上面都先點焊息 然後碰在一起 而且它的焊槍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它的焊槍是腳踩 它那種腳踩的焊槍 然後那個錫條會自己跑出來的那一種 就是大概是那個意思 所以你焊接的時候 就是兩個 兩個都要有焊息 然後接在一起 這樣 不然你會一直堆疊一直堆疊 然後就一大球 然後最後還是沒有黏在一起 這樣就會比較那個一點 好 然後這個就是電路的部分 這是電路的部分 那其他就是木工的部分 你一看其實你大概就知道怎麼弄 比如說你現在我先講那個框架 我們通常會先把框架做起來 那你才會有一個地方可以把東西慢慢放上去 所以你會把這個框架先做起來 好